輸入之後呢,把它大小,我們要把它反白選擇大小是十五 那十五可能下拉沒有選,我們自己打 十五 然後把它置中對齊,靠中間對齊 那這是,就是標題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把底下這一欄,一樣合併起來 用版面配置的合併組成歌 然後這裡面用所謂的插入,所謂的日期的時間 時間日期不出現 插入時間日期,然後中文的中華民國立 民國這個103年這個 就確定,然後靠右對齊,常用裡面的靠右對齊 那這樣子好了之後呢,我們來看二支二十六頁 它是所謂的,框線,藍位框線的設定 就是第三列,第一個,這一個第三列 第二三第三列,選到它 然後用所謂的設計裡面,設計 框線,這個框線底下有個,框線即網底 把它選出來,框線即網底 那它用的,我們來看一下,它用的是 寬二又四分之一 寬二又四分之一的齁 然後呢一樣什麼 上下線,對不對 上下線,然後就確定 那接著呢要做的是加總 部門加總 點一下齁 然後按住坎錯鍵 齁,然後點第二個 齁,然後點第三個 然後再來,你不要從這邊滑 一定要從這邊外面拉齁才可以 然後,第四個 那這四個是一起做的齁 那選好之後就一起做 它一樣框線往底 框線往底 然後呢,它設定的是 上面,上邊界 上面邊界是一又二分之一的實線 一又二分之一的 實線,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呢,底下呢 是二又多少 一樣,一樣齁 一又二分之一齁 可是它是什麼 雙線 雙線條齁 雙線條齁 底下的齁 有沒有 那它是套用之主政格 就確定 齁 我們看它就這樣子 有沒有 齁 它是可以明顯分辨 分辨齁 然後呢 它的灰色值 我剛剛忘記顯了 一樣框線往底齁 往底這邊 齁,往底齁 往底這邊有填滿 應該是這個,第二個啦 十五,有沒有 十五趴 然後就確定 齁 我們這就是它有個灰色的底齁 齁 那接下來就是 在最後一列 齁 按優件 這裡面的按優件 插入下方列一列 齁 然後再把什麼 伊爾蘭把它怎麼樣 合併 齁 版面配置的合併 或者按優件合併齁 齁 然後在這裡面 裡面輸入所謂的 衛修價獎金總金額齁 然後呢 選取 最後一整列的表格工具 齁 這個最後一整列 我有插入嗎齁 一整列 一整列 表格工具 齁 表格工具是什麼 呃 設計 齁 然後一樣 表格樣式 呃 框線 一樣框線 框線就往底 他只要填滿了他的灰色值 齁 就是 他那個 往底啊齁 灰色值多少 15% 齁 就確定 齁 那這是 然後呢 在月薪休假天數 未休假天數 然後年休假獎金 背出來 都是靠右 對齊 齁 其他靠左對齊 齁 也就是 什麼 什麼 月薪 從這上面點 月薪 月薪的話 齁 因為他是芬蘭齁 月薪跟什麼 年假休假 這五個啦齁 齁 這這五個 齁都是什麼 靠 右 對齊 靠右對齊 沒有他還有一個是 那個 靠右對齊 然後其他是靠左對齊 齁其他靠左對齊 齁 然後翻過來 那個 二十七頁 就是 重複標題頁的選舉前三列 齁就是 重複 這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齁 就是因為 怕有第二頁 其實這裡面只有一頁啦 那如果說很多的話 就會有第二頁對不對 那第二頁的話 如果你沒有設定這個三檔齁 齁 是所謂的資料裡面的 齁 齁這邊 重複標題列 有沒有 你沒有點他的話呢 齁 齁 比方說啊這樣你有這樣子的話齁 齁 如果你在底下產生有什麼 有第二頁的話齁 齁 他就會怎麼樣 齁 比如說我們現在 像 對 他就會 有沒有 他就會自動的齁 去把它 加那個什麼 呃 現在我沒有 現在是要表格才有齁 齁 表格齁 齁 比如說我把這個 從業務四顆啦 我想要改成那個 業務四顆齁 到部門加重 然後複製 然後我在這邊把它貼上 有沒有 他到了底下 有沒有 他是不是自動加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齁 奇怪 他有自動加 有沒有 自動加這個 三個 標題啊 齁 因為這個是三個標題 他有自動加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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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重複的 那包括我們有列印的時候也會 在ESEL他會有一個 要重複標題齁 齁 也是可以用的齁 那這就是所謂的那個 那個 重複那個標題列齁 齁 那 大概的齁 齁 齁 其他的 就會像這樣子 齁 那要注意的是這最後一個這個 金額 齁 齁 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拉下來齁 選舉他把它拉下來就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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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無 businesses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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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